第118章,后不后悔,大清早的荣耀集团的一楼大堂很乱,这雨下了一个晚上到现在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刘九龙收起伞感叹着一场秋雨一场凉,秋天来了,然后就看到苏亮是被一个小姑娘开车送来上班的,刘九龙再次感叹年轻真好,她要是在年轻十岁,没结婚,单身一个人,那兰兰或许会答应做她的女朋友吧。 可事实扬岚还是不会同意,哟,刘富看雨景的呢呀,今天挺有闲情雅致啊,两天不见,甚是想念啊,来抱抱。 刘九龙一脸嫌弃地拒绝了苏亮的热情,她总感觉这个苏亮的性取向有点问题,不是喜欢男人,而是男女通吃的那种,整天和寒谦私混在一起。 同时来打卡上班的女同事们,听到苏亮要和综合部的刘副部长抱抱,不由地叹了口气。 哎,怎么帅哥都喜欢男人呢? 不远处的小杨家一脸地兴奋地看着苏亮,似乎很是希望这两个大男人抱一下,不久后李东升也来了,一边走,一边骂这个鬼天气,烦都烦死了。 在她的身后急匆匆赶来的杨岚,荣耀门口的人越来越多,尤其是综合部的人,他们都不急着上楼,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。 八点五时,燕青青和钱晚来了,燕青青看着站在正门的一伙人,就知道韩谦这个家伙还没来,九点钟。 寂静的车子停在了正门,恰点打卡,手里面拎着一个小饭盒,歪头看着杨岚,轻声道。 兰兰,韩谦来了吗?杨岚捂着额头无力叹气,这个动作就证明今天韩谦又迟到了,寂静嗷了一声,准备上楼的时候杨岚突然开口。 嗯,今天带早饭了,早上小北北吵着要去姥姥家,哎,忙活得没时间吃,我看看你做了什么。 杨岚和寂静的关系很近,小跑道,寂静身边伸手就去拿小饭盒,却不料寂静像是躲男人一样连着后退了好几步,扭扭捏捏地不说话,小饭盒也藏在了身后。 杨岚见此撇嘴鼻一道,怎么? 不是姐妹了? 杨岚,你还没看出来吗? 她这是给韩谦带的,不出意外是饺子。 杨岚双手抱怀地看着寂静,眼神里充满了鄙视,杨岚有些后知后觉,歪着头疑惑思考,寂静被闹了一个大红脸,转身小跑上楼了,杨岚也拍了拍手。 好了,都去准备自己的工作吧,她不来你们还不上班了? 前晚你,今天也回综合部,至于苏亮,你好兄弟韩谦的意思是让你在运营部磨磨练一下,都散了吧? 哎,苏亮无力地叹了口气。 垂头丧气,去了运营部,前晚感觉,今天的谦哥是不能来上班了,没有了韩谦就失去了好多的乐趣了。 李东升皱了皱眉头,拿出手机给他妈打了一个电话,说今天不想上班了。 韩谦因为下雨迟到或是不来上班,让他感觉很不公平,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,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,我是股东的儿子,我也不想上班了。 他就好像是一个孩子,总是效仿着韩谦去做事情。 李东升走了,这对前晚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,看到这个妈宝男,旧凡,前晚重新回到了属于他的位置,继续着他游戏之路,他不太喜欢单机,网游才是他的最爱。 装作男人在世界和人队喷才过瘾,他的ID也是多年不变,我要和你兑现,也是一个问题儿童。 运营部苏亮局促不安地坐在寂静的办公室里面,寂静一脸认真的向苏亮打听着韩谦,他打听韩谦有什么爱好,苏亮一脸迷茫地摇了摇头, 他还真不知道韩谦喜欢干啥,然后打听韩谦喜欢吃什么,这个苏亮知道不吃海鲜。 之后寂静在打听的苏亮也不知道了,其实也不用打听,韩谦就是一个比较无趣的人,他还真没什么兴趣而爱好。 最后寂静问苏亮,你告诉我你知道什么?苏亮迷茫地摇了摇头,随后一脸蛋疼地看着寂静。 记不着,我和韩谦关系好,但我俩也没谈恋爱啊,我没事打听那多干嘛呀。 哦,他喜欢吃米饭,饺子等传统中餐,不太喜欢花里胡哨的杨玩意,对了,他很古板,很直男。 苏亮说的这些寂静,早就知道了,无力地趴在桌子上,一只手在桌上画着圈圈,小声道。 他帮我大忙,我这应该怎么报答他呀? 以身相许啊,记不着。 去,把运营部计划都看一遍,然后准备一万字的总结交给我。 苏亮走出办公室的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耳光,这不是嘴欠吗? 没事给韩谦招惹这桃花干啥? 一万字啊,一万字,刚准备去完成这个任务,突然有人来传信,说高副总找。 苏亮的眉头瞬间紧皱,起身去见高旅行了,一路上很忐忑,走进高副总的办公室,苏亮有些紧张地坐在沙发上,从走进高旅行的办公室到离开,苏亮一直处于一个晕乎乎的状态。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她纠结了,两个选择,一个是留在随时可能会被解散的综合部,这一点含谦也想到了,所以告诉燕清清让苏亮继续留在运营部磨练。 另一个则是去公关部做副部长。 升职,高旅行没提任何要求,只是说公司的俊男美女都聚集在公关部。 荣耀的公关部比较负责,一个部门两个部长,一个是孙雅负责主要负责与大客户拉进关系,一个是则是负责处理公司的负面新闻。 苏亮没有欣喜,她在纠结要不要答应高旅行,这是一个机会,错过了下一次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 现在在综合部的工资是4000,做了副部长就有一万的底薪,公关部与其他部门不同,他们的游水很大,饭局、旅游、高尔夫球场的洽谈,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一个月也能拿到2万左右。 当然底薪上面写的还是3000加奖金和提成,多数来是要看脑子的。 金钱和地位双方面的诱惑,苏亮陷入了天人交战。 进入公关部就等于是做了高旅行的内线,拒绝或许会后悔吧。 苏亮走下楼,走出大厅,伸出手感受冰凉的雨水落在掌心,随后她笑了,自言笑骂道。 肯定会她妈的后悔呀。 华罗拿出手机拨通韩谦的电话,听着电话里迷迷糊糊的声音,苏亮开口笑骂道。 别他妈睡了,来公司一起吃午饭,老子为了你放弃了走上人生巅峰的机会,一个小时后看不到你,我就会告诉燕总说你喜欢她。 苏亮,洗干净脖子等着我。 挂了电话,苏亮望着孙雅的车子撇嘴道。 后悔你奶奶个腿。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收藏嘛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